呛呛三人行 马爷从非洲南非抱着犀牛回来的 咱马卫都先生是犀牛 专门这明星都分了动物 他是保护动物大使 联合国动物保护大使 他分管犀牛 野生救援公益组织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公益组织 他的口号大家都知道 叫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这句口号深入人心 那么他有很多公益大使 那我给您扎一阵 您有些明清的文物 这文丸西角碑 对 这算什么 这个很重要 你提的这个问题还好 现在是国际上 就国际通行的法则是古董 就是文物允许有限交易 有限交易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包括交易过程中全部在公开监督之下 包括移动 比如你在美国苏富民买了一个西角碑 你没有美国人给你开的鞋带的证明 你想拿到中国进入海关都会被抓住判刑 古董也不行 古董也不行 这叫有限交易 希望未来过渡到无限交易 就不许交易了 对吧 现在还是因为有一些历史问题 但新的谁都开不出证明来 新的西角制品谁也开不出证明了 我这次去 因为工艺大使很多人都做过 比如成龙 成龙管大象 不是他管老虎 你看他那个广告里 就是那个大叔一枪来 然后他一把把子弹抓了 是谁管大象来的 大象姚明 姚明的个儿特别深刻管大象 他要分这样一个工艺 我这次去 马老师分犀牛 就是因为懂这个 对 但是你知道 西角我们可以借用这地儿做一下工艺 这没问题吧 没问题 您做私意 这个犀牛的近况岌岌可危 可危到什么程度 我告诉你 近几十年以来 犀牛被猎杀了95% 这个数字非常严厚 现在还剩了5% 这5% 今天的猎杀速度降速了以后 依然是每年1000多头 每天三头 他现在全是武装猎杀 就是直升飞机 那个犀牛 它跟别的动物不一样 它个儿大 你在天上就能看见它 巨大个儿 因为我们这次救护很近距离 它比你远观要大很多 它在天空中直接直升飞机下来就猎杀 猎杀以后非常残酷 您搁那儿救护 对 我们就是要救护 上面在猎杀 这个猎杀我们没赶上 它猎杀的非常残酷 就是一枪把它打翻以后冲下来 它现在那种油具 一拉着了油具 从上脸直接把这俩脚贴着脸切下来 它为什么要贴着脸切下来 脚状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可以长得像鹿绒一样 可以长 你要不伤害它的根部 它因为现在是按赠量卖钱 所以它能切多少切多少 它就贴着脸切 切完这犀牛死不了 大面积感染死 这犀人长非常残酷 所以真是这最狠的是人 这真是 还说什么禽兽不如 这个犀牛我觉得 唯一我们还可以觉得告慰的是什么 国际组织调查 犀牛的需求量最大的 是我们的邻国越南 并不是我们 知道你现在要去越南人 招待你最好的一个事是喝西脚水 第一次我听他们说喝西脚水 我说怎么这么重口味 有没有西脚妹 什么叫喝西脚水 闹了半天是喝西脚水 他们认为这东西能够健身长寿 防癌等等 全是误传 所以现在全世界的犀牛猎杀完以后 基本上都跑了越南 好 咱们这个公益做完了吧 咱们这个节目用一点点时间做一点公益 大部分时间还是要做娱乐 对吧 娱乐 最近谁为我们提供了娱乐 也不能说娱乐 是跟娱乐有关的声音 谁呢 冯小刚导演也上过咱们《强强三人行》 今天咱们用影像的方式 把它从上海电影节那论坛上 请来咱们这聊一段啊 今天现在这么的让观众觉得吐槽 垃圾电影一定是和大批的垃圾观众们的关系 对不对 你如果不去给他捧这场 他就没有那生存的空间 那制片人他也就不去制作那垃圾电影 往往垃圾电影票房还很高 什么叫尊重观众 观众跟导演是有什么关系 观众是导演的上帝 这多扯淡 观众应该是导演的一个对手 在我看来 就是我怎么能够去征服 用我最大的诚意把这件事做好 我认为这是对观众的一个最大的尊重 彩夫被冯导打这一横炮征服了吗 不同意他的观点 你不同意 对啊 为什么 就是观众垃圾这件事实际上是基本上不同意的 江江你的理由 以后冯导不会再上这节目了对吧 我一上一次我都是跟马爷一块做的 自从我们聊过他几回之后 他很多年都没有来 就是他说这个观众是垃圾啊 其实观众的审美水平啊什么 这实际上是需要培养的 它是被喂出来的一个审美水平 就是你一直观众就没有太高过 那它是一个整个系列的 那我觉得审查制度是垃圾 导演的水平是垃圾 整个的制作流程和体系是垃圾 然后观众是整个这环境上一部分 大家都在粪坑里边 你就不要你在粪坑里边说 人家在粪坑里边很臭 对吧 就是你的水平也不高嘛 我觉得冯导的电影 有一半不算垃圾 但是有一半也挺垃圾的 尤其那私人定制 我觉得挺垃圾的 但是他自己说的特好 九分是突破了尺度 我给自己打九分在这方面 完全没有感觉到这方面的东西 财富 我很少见你在我们节目里这么有锋芒 他不来了 马爷说说另一种观点 我也不一定是另一种观点 我是一个很中立的 我做什么事情都愿意把自己更加中立起来 去看这个问题 拽开 我们现在说垃圾不垃圾 我们先说另一头 我们先说整个文学形式 电影是文学形式的一个表达方式 所有的文学形式都是会走下坡的 唐诗宋词原曲明清小说 电影一路下滑 你电影跟唐诗的文学高度 就没法比 连比的机会都没有了 为什么会呈现这样一个特征 大部分观众都没有良好的教育 他都是留俗的 就是他们所说的垃圾 他就是个留俗 留俗 我们今天是个商业市场 我们电影并不是一个 非商业市场 我们典型的商业市场 所以我认为中国所有的一线导演 在二线以后 咱就不说了 全部对市场做了妥协 每个人都有妥协作品 他说的这些 比如《私人定制》 因为我没看 我就不知道 我听这名 我就不是太想看 你比如凯歌的《道士下山》 还有当年《无极》 你像张艺谋导演的《三枪》 《三枪》 《唐诚》 《唐诚》我也没看 我也不能说 《三枪》 你比如包括江文导演的后面这个叫什么 就是《子弹飞以后》的《宁国》的《一步之遥》 不是 就是《一步之遥》 《一步之遥》 这些作品你明显的看到 导演自身放弃了原先的追求 这个我很中肯的去说 他为什么放弃了他原先的追求 是因为他被迫要向市场妥协 你妥协一次 底下就妥协十次 他就肯定喜欢这种垃圾的东西 这个所谓垃圾 我们认为垃圾是无营养的 对不对 是这个意思吧 就是这个作品没有影响 你才认为是垃圾 但是垃圾本身并不是一点营养没有 人对很多人依赖于垃圾生存 使个浪盘拉出来使 他依靠这生存 对 这不是说有的姑娘说一朵鲜花插牛粪上 人姑娘说牛粪有营养啊 还有这说法 所以他这种垃圾的说法 我觉得不是中国电影的结症 他刚才说的是这个问题 对不对 我觉得不是垃圾观众 是中国电影的结症 这个财夫我认为提出一个也是挺尖锐的问题 就是说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 你知道其实小刚他这么讲 我从情绪上非常能理解 因为你知道我现在也经常就一腔愤懑之气啊 我找不到敌人 我找不到目标 我觉得有问题 可是我也不知道哪个是敌人 你知道吗 当有的时候哈 这个创作人 你看你就是说 你这个所谓认认真真做的内容 你你你觉得哎呦 怎么这帮人 就是那种一个小鲜肉 一个什么IP就把票房就骗去了 甚至你知道有一位老艺术家 那天来做咱们这节目之前 跟我说 老眼昏花的 说我最近看了那个什么西游 什么降魔 降魔片 最新的那个 最新那个 他说 怎么 我觉得跟屎一样 他就有点隔离社会了 问我这问题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说 跟他回答说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这个史在很多时候是有用的 那过去 我们在农村的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农家肥的 都是人拉的史嘛 它变成一个宝物 农家肥都是土地之宝嘛 所以他需求 我现在认为这个社会 你进入商品化社会的时候 你你这个电影现在是啊 就是两头不靠 另一套有严格的审查制度 另外一个呢 就完全就是按照商品的价值的规律去走 所以呢 你在审查制度下 很多东西出不来 那么商品的这一块就是极为流俗的 就所谓垃圾的东西就出来了 如果我们假设 我们把电影定为定级制度 定完级以后呢 其他的地方放开审查 那你如果你违犯宪法 那有宪法制裁你 违犯刑法 刑法制裁你 其他你不违犯 你就可以播 那我认为它会有两类东西产生 就跟美国片似的一类 积极向上的东西 产生另一类也是垃圾 美国不是没有垃圾 美国也有垃圾 所以我就是问你这个问题了 就是说 我们也知道这个 很多公认的烂片 很多人看完了 也是说是烂片啊 对 但是为什么确实有那么多观众进去 这不是说明观众傻 我觉得这是一个商业片的逻辑 就是说 艺术片和商业片的规则是不一样的 刚才这个马老师说 老一辈的这个乌尘 不是这个程凯哥 他们那个导演啊 一开始艺术片很牛的 后来拍《无极》之类的就烂掉了 他实际上是因为中国在那个年代缺少纯正的商业片导演 这帮艺术片导演又被市场负一种使命又去拍商业片去了 因为诱惑和压力让他们就 他其实两个领域是很难打通的 所以 陈凯哥拍《无极》我觉得是完全正常的 但是呢 你不能因为你拍出了烂片 大家不买账 你就认为去看那些商业片 票望很好的人是垃圾 比如说 周妖记和这个美人鱼 就周英池的那个 很多人说 举例子啊 说这个垃圾是以他们为 为为为为为象征的 实际上这两个片的根本就不是垃圾 就是你比如可取之处 那美人鱼里边其实整个的是一个环保主题 跟马老师的追求是一样的 那周妖记其实里边的内核也是很真善美的 那只不过是在商业片逻辑里边说 郭敬明的IP 或者这个什么大的明星的IP 把观众给忽悠进去了 有的说 周英池这个电视我看直了 这个是不是烂片 有的进去之后说 郭敬明把我忽悠了 我退出来 他是一个 按商业片的法则 大明星 大故事 大IP 然后把你给请进来之后 其实也有一个猎盛 优胜猎态 你寒寒的电影以后会越来越好 他这个 郭敬明以后票房 所以我就说 谁是我们的朋友 谁是我们的敌人 就是说 有的时候 这个有电影人 有这个怨气 那很容易怨 怨观众 对吧 这是一个 但是你看 你也可以归因到另一面 我就发现 你像这个 这次这个论坛上 那个戴景华教授 他当时他就说 你看他的目标指向哪 排片率 他说观众并不是 不是说观众是垃圾 而是说 你这个 这个 这个电影的 这个排片 这个率啊 你 你 你这个观众在 比较有空的 周末的时间 能选的 就是这几个 你给他排的高达 这么大的一个排片率 说这 你等于是绑架了观众 对吧 你不能指满上观众 那 你像我 这就像昨天咱做节目 我又把矛头指向万恶的资本主义 我说这资本 你们应该谦卑一点了 对吧 就是说 毁了一个IP 毁了一个电影 是一个 毁了一个电视剧 就全是在 这个 欲贺难填的这个资本 资本特点就是欲贺难填 这你没法去指责 他也没法去改 他资本 谋求最大利益化 是资本的特性 你别这次 他们就来讲演员 就是说 你 你就比如说 一定得要这个小鲜肉 你甭管他会不会演戏 为什么 我发现这几个演员 这几个导演 都共同提到 让人愤愤不平 这词 流量 走流量 这有流量 互联网词汇 对 这个我倒是认为 就是演技在未来的电影 我们假设电影是一种文学表达 说演技它变得越来越不是很重要 因为现在很多人并没有去看演技 他不去看演技 不像我们过去看电影 对一个演员很重要的一个眼神 一个中性的表情 就无尽的赞美 现在人 就不懂这个 他也不需要懂这个 所以他就按照他的直观 就是我这两小时在电影院里 是否快乐为标准 而我们电影 是在所有的商品中 唯一不能退货的产品 如果大家认为 评分统一低到多少分 必须退货的话 那这电影就好看了 明白我这意思吗 看的多不代表我们不退货 我原来曾经就在那时候还在老地儿录这强强 我说过一句话 结果后来网上批评说我怎么炮轰电影业 我从来也没炮轰过 我也没这能力 我说什么呢 我说如果我们的电影在不能退货的情况下 我们采取拿卡看电影 就是我买一电影卡1000块钱 我进去看电影的时候 我准一刷 我就进去看 看我要看着不满意 我出来我一刷 我这钱就止了 我后半部的钱不给你 我终于知道冯导骂的是谁了 原来是马老师 我这两天看冯小刚说 说是能退票的电影 这是谁想的主意 我说的是这意思 就是说我们有原则 什么叫退票呢 是这样 比如我们先假设一个电影100分钟 一个电影100块钱 是吧 这比较容易说 我头半小时 就是头30块钱退不出来 只要你进去 你说我看一分钟我就不想看了 那你也得花一个基本的钱 是吧 这出来 那么后30分钟 你说我基本上看完了 后边我猜不猜出来 我再走也退不出来 如果我看到不到一半 说这电影实在恶心 我咱们不点名 点名不厚道 我看过咱们一个票房很高的一个电影 我努力的强迫自己把它看完 我看了三回都没看得到 结束 实在是我觉得我不行 你担心自己落后 我担心自己落后去看 努着去看 回回就看着就睡着了 然后就不看了 那时候已经下线了 在网上已经可以看 三次没把一个电影看完 我觉得是我的耻辱 不是电影 人家电影卖10个亿 那我不行 不是电影不行 那我们就落后了 落后就要补课 可是补课 我们有时候有的课不需补 那观众就要分出来 要把我们的消费观量化 我们现在消费观是不量化的 所以你发现没发现 现在电影的宣传费用是巨大的一笔费用 马爷 那你这观点不但没有保守 反而我觉得你退前卫了 就是你比如他甚至认为 那就涉及到一个文化演变的概念了 就是甚至认为 未来我们对电影这种东西的认识 包括对演技这种东西的认识 对对 可能都会发生变化 已经发生变化 已经发生变化了 但是我想这几个导演 他们还是本身认为啊 哎 演戏就应该你这个演员提前恨不能一个月到这儿 我几年准备一个电影 我不是跟你说戏吗 对 你现在拿着几千万的片酬 这孩子倒是说挺尊重我 可是身边我跟他谈戏 背后五个保镖六个经纪人 我怎么跟他谈戏 而且在这儿只给你俩钟头拍戏 他们会觉得他们还是这种传统的艺术的这种思路 这怎么能拍好电影呢 我觉得这就是老导演的感伤啊 其实 其实 我觉得他们说这个感伤没错吧 不 未必 我年轻的时候看 其实 现在就年轻 我觉得现在是咱们已经不是票房的主流了 我们在说别人的电影和别人的观众 实际上我上大学的时候 或者你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看的是谁啊 周星驰 周润发 刘德华 成龙 那也是流量明星 那是一个星期拍出一个电影 俩星期拍出一个电影 那里边的垃圾片也挺多的 我们现在能剩下来的还是不错的片子 实际上我会觉得观众的主体永远是在看水平线一下 或者说差不多的那些商业片 而我们的审美是停留在摔跤爸爸 至少霸王别姬的这种级别的 那你就看不上那种 那摔跤爸爸不是商业片吗 那是 那那是唯一艺术片吗 那是在这个评分里边是9.0以上的经典商业片 那教父也商业片 教父还9.4呢 对啊 就是我是觉得广大的商业片都是中不溜的 彩夫还是都记着这些数据 我根本就不知道 社交爸爸我在底下的人跟我说好几回说不看后悔终身一定让我去看 但我实际上没时间我还是想慢慢看那一回 那么教父我是看过啊 那这种片子都是都是经典中的经典 现在有个问题 所谓的小鲜肉 不是票房 几千万身价拍一个电影的这种小鲜肉 我觉得还有十年光景 好日子 十年以后一定是会被技术替代 人是塑造出来的 一定不是你长出来的 你长什么样都不重要了 再加上我们的美容技术 就是动刀的技术越来越完善 你想什么样就什么样 你爹妈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这把刀重要 我让你长什么样就长什么样 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明星并不是他的天生长相 那么随着计算机的技术的不断的提高 如果你的价值超过了它的运算的成本 那我肯定我用计算机塑造人 而且还没那么多毛病 导演也用不着谈戏了 我直接跟计算机就谈了 对吧 我想在10年以后 最多20年 我觉得20年到不了 就10年以后 我们看到的电影这个形象 彻底摆脱了我们100年前对电影的认知 我还想到一个 马爷不是说退票吗 我突然想起来我大学的时候 我们都有看录像厅的经历 都是有毛片什么三级之类的 那时候不行退票 其实换片 看着看着日本的 老板换片 老板就是来德国的 来美国的 这根退票差多了 咱们以后在电影院里边我们不退票 坐那之后 你影片不行 大家一表决 私留给你换一个 我要临听那个 你现在给我放 你这个是可以 现在就可以 我去年是前年刺客聂尹娘上映 上映人家发行方给我专门给了我几档票 我带着一团队是我们博物馆著名的文青们 女文青们就去了 去了以后我们坐在最好的位置上这一排人坐着看刺客聂尹娘 那是侯孝贤的 不干的大奖的 是吧 对 我都不知道 就说吐了血拍的 里头文物如何如何真实 咱先不说别的 大概看了一半的时候 我旁边的女文青就捅我 就说领导 说我这不好意思 我想出去上那边看捉妖记去 换片 还换半截 我说你不能给我丢人 那个二十多亿票房 对 他说那边演那个 因为他现在是一个大电影厅里头有好几个小厅 这时候都演着一半 你出来不妨碍你进内屋去看没人管 我才知道这电影院现在感情能看 前半部看这个 后半部看那个 你想想这个片子它有一个问题 念娘我是看完的 我们很简单的按照今天的社会的生活节奏 看这个电影有个问题 你时间成本 就是拖沓 拖沓之极 情节不推进 看电影的好处就是他情节推进比小说快 对不对 但他快不过宋词去 宋词多快 莫然回首 那人却在那 就一下全过去了 对吧 那么他这个情节如果不推进 我们又不是本着去看风光片的态度 那你肯定是典型的困 你困就完 所以这是越说越是一笔糊涂账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我比你们俩真的都跟不上时代 我基本上跟冯导是一个时代 因为我自己觉得还是个就是怎么说呢 就跟那个工匠的这个这个原理差不多 我老觉得甭管你是拍商业片 你还是拍文艺片 拍什么都好 咱就干自己手头这个活吧 干自己手头这个活呢 凭良心干活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能够讲好我自己想搞的 想讲的故事 但是我现在就在今天的这个江湖之上啊 的确 你像我现在发现很多创作人最近做我们节目 大家都频频提到一个词就叫绑架 不停的被绑架 就我们那种纯洁的这个心呢 已经荡人就今天是一个植入广告 是吧 明天是一个植入话题 今天给你塞个演员 明天给你弄个嘉宾 他们带数据 他们有流量 甚至我跟你说 我现在就不相信大数据 我头一回他们给我分析一通 后来我说 我说这个做节目啊 好 他说你看 你看啊 这个这个第一秒 第二秒你说了句什么话 他下去了 第四 第四秒你说了句什么话 他上去了 他所以说你应该多说 他说你这个第四秒的话 我说他是说人话吗 甚至 很多老师来这跟我讲 我告诉你啊 这个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理念 三分钟一个小高潮 嗯 我说人是怎么样说话的吗 三分钟内一个小高潮 三分钟内 他说这个节目是可以这样量化的 有一个新闻是有一个少年 一天自卫了四十多次死了 哈哈哈 对对对对 这个便宜 我觉得你有点像我 我打飞机你一天打四十多次死了 死了 对 不停的高潮 你得把一个艺术话题说屋了 他这个就是我觉得啊 今天的这个老的导演啊 就是冯小刚你上的这些导演 他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 是他内心情感的 他对他注入了情感 但新导演很多是一个技术 他没有情感 这些人如果换一个方式 能多挣钱 我保你他撂了这拆就走了 直接干别的去 您这说的 我有个可以宽慰你的 就是说我发现腔腔的观众 就比电影院的观众素质高 太过了 哪没有垃圾观众 多年来我一直这么认为 是不是你出展的内容不垃圾 是这个意思 但是最近也有人骂我们节目垃圾了 泥沙俱下 你在这个时代 谁能拈得了 盖末